随着玻璃路舞曲的乐音 舞者在榕树广场 拜户外的场地中 拼拼起舞 听到乐音的民众 也不自觉地摆动身体 为舞婴推出舞蹈旅行计划中 就是要把民众一秒变观众 那这次很高兴 可以在高雄这个地方 我们从原本在场馆的 榕树广场每个月固定举办的 舞婴来跳舞的活动 这次把这个舞蹈带出去 一般人要看舞蹈 大度要到表演厅坐着欣赏 魏武营的驻地艺术家 计划先让舞蹈 跳出魏武营舞进社区 在庙宇车站风景区等 和民众不期而遇 期待民众有一天 也能够走进表演厅来欣赏表演 那他在公共空间走访了 十四区的很多的户外的环境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认识 高雄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层景 我们会去到新的建筑空间 我们也会去到旧的高雄的地方 然后透过新旧之间去认识 去想象我们的未来 这项巡演除了15位独立舞者之外 还邀请左营高中舞蹈班的学生 一起加入 让他们在毕业前 透过舞蹈旅行认识高雄 将在地的能量延续下去 那我相信 借由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推动 有更多的市民可以体验艺术 亲近艺术 特别是由原先厅堂的一个节目 能够带到户外 我想这是我们许多市民的福气 波利路在高雄舞蹈旅行计划 4月23号起将展开14个行政区 28场现代舞免费演出 以不搭台不架灯的方式 和民众不期而遇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